全台科学园区火热 从北到南话题不断 科学园区造就大量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所得 强称就业人口的购买力 也带动园区周边的智产动态 高收入的科技族群 沿着捷运的轨迹来买房 变成一种趋势 最新科技人士的新宠儿 则是聚焦在新北市板桥区的 湖中捷运站附近 究竟湖中有什么样的魅力 能够强吸科技精英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新北市板桥区是新北的震惊中心 也是交通机能最完整的核心枢纽 包括了Fony Amazon Google等等国际品牌 都纷纷入驻台北远东通讯园区 过去十年打造四铁共购的新板特区 未来十年由府中双城计划 连结新板以及府中 并且与临近的台北远东通讯园区 三点一线都坐落于捷运板南线上 府中双城的新旧船市融合再造 加上政府推动的都跟三线 汇集着强大的都会能量 府中双城的概念 首先是从我们市府所在的这个板桥车站 板桥车站是整个交通的一个枢纽 包括台铁 高铁 还有捷印的板南线 那它只等于是新北的一个首都 也是最耀眼 最国际化的一个都会区域 那当然事实上板桥的发言源起 是在府中包括慈惠公 林家花园 那所以我们想其实府中站 离板桥站其实只有一公里 那所以府中双城的概念 就是把都尉区跟古城区 透过这一公里做一个缝合 双轴就是县民大道 文化路 然后再来重庆路 北门街 这个纵轴跟横轴 把它做一个有效的串联 那把这双轴的道路的沿线的人行道 景观 路数 以及甚至街道家具 把它做一个营造 塑造 那除了双轴之外呢 我们原来在新板特区板桥站这里 一个市民广场 那高铁台铁前面 也有一个战前广场 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广场 跟刚刚讲的 府中站的旧的文化历史 做一个结合 那所以我们这次最大的一个重点 在府中站的区域 那我们把那个区域 做一个缝合以后 营造出一个新旧融合的一个特色 想象走在府中双城 看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与景观相互对应 在两种生活风貌 延伸交叠的转换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 与这座城市的共鸣 其实之前就有大概听到它的理念 就是可能新的样貌的城市建筑 带上我们原本就有的风情 我觉得这个连结在一起很重要 不能只有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还有我们原本的人情未存在 如果借由这样子的契机 去带来别的城市的人群进来 也浏览到我们这边的店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接下来的部分 大概我们也最近几年来 致力于这个板桥 这个南池沟的这个整治 把原来的黑龙江测理的整治 加上一些绿化直升 让整个环境生态更优美 那也吸引了很多 原来我们比较少见的一些鸟类 可以来这边 那除此之外 最近几年其实杜根 因为板桥特别是府中这个旧城区 那其实它是以前板桥的首善之区 那目前有一些案子 大概我们统计起来在府中地区 大概有十几个个案 那最近几年来 我们也希望陆陆续续的 透过都根来整个带动 府中地区的风华战线 聪哥 府中的接下来的动能 你怎么看呢 对我们讲说这个所谓制产呢 你有两个重要的关键 一个是所谓的科技园区 另外一个就是接运载 我们在府中刚好两个都兼具 以科学园区来说的话 在府中站的周边呢 有这个台北远东通讯园区 目前已经吸引 包括说像Amazon 还有Google 还有Sony等国际大厂进驻 所以未来的这个发展是可期的 有科学园区这样一个概念 再来说府中站本身呢 它就在双北运量最大的这个板南线上 再加上临近有所谓的 四铁共购的新版特区 未来府中有所谓的 府中双城的计划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板南线上面 含金量本身就非常高 再来就是说因为它串联起周边 包括说像我刚才提到的 新版特区 台北通讯园区 还有府中站本身 就有一个府中商圈 目前在进行之中的 府中装城的都市再生计划 串联这个板新路 甚至是65号快速道路 它不只可以串起板桥本身的商圈 还可以扩大串联到双核商圈 再加上说这个建案是结合了 我们上市公司的新美旗 还有大陆工程两者强强联手之下 未来势必会成为这个金融族群 高科技族群 购物资产的一个关键的所在位置 那一旦他们在这次这个聚集之后 势必又成为一个新的这个聚落 蜕变成长的府中 拥有板南线的地利 府中双城计划 都根的先驱 上市品牌的加持之下 我们也加速引流了高生产力 高消费力的年轻族群 狭窄的新兴能量 正在崛起当中的府中 各让板桥超越了 国际龙头的主场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